老挝打开国门打算重振经济 没想到现在老挝币越来越不值钱 现在这个市场里面排队买金子的老挝人 已经是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几天老挝币贬值闹得太熊了 所以今天我和大姚就出来逛逛老挝的 这个叫赶集吧 看看他们的集市上面都卖了些什么好是好玩的东西 把现在不值钱的老挝钱给他花出去 我身后的这个酒啊 相信大家在老挝这边应该都有喝过啊 著名的老挝啤酒 据说是世界排第三啊 现在他们参展的这几款呢 就是我们平时在老挝这边喝的比较多的了 金皮黑皮 然后普通的老挝黄色的啤酒啊 大家可以看看一共是有这么多种 还有这个白色的 平时我们喝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啊 就这种喝的是最多的 在老挝竟然也发现了这种烤肉啊 这个在老挝现在这两年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他们好像是2万2万一份 人民币呢大概10块钱 刚刚走到这边这个人把我吓了一跳 这不怕吗 你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瞄准镜啊 这个在老挝非常畅销的 什么原因大家就不用我说了吧 每个夜市都有卖 这一块有几个石木家具的展区 大家可以长长眼看看这哪些是真正的红木啊 从外面的这些雕工来看 确实这些工艺品雕的确实不错 这些有我们国内的这个 罗汉啊 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元素 这个蚕鱼 然后水牛啊这些的 然后老挝的 他们老挝的大象呢 还是比较多的 很多人到老挝那边来旅游 都会买一个这种木雕的大象回去作为纪念品 这也是一些木制的小家具 这种应该这应该不知道是真板还是说作为食物的扣盘呢 五万五千二十多块钱啊 这把椅子还不错吧 这把椅子 一百二十万六百块钱人民币啊 这把椅子 他们的东西还是真的蛮有特色的 蛮有老挝特色的 在老挝这边这种他们民俗的 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飞夷的 这个展销会啊还是挺多的 如果大家来旅游的话 通告这种展销会买一些纪念品呢 还是能够买到很多 比较正宗的老挝的一些旅游纪念品 不像平时 很多老挝的市场里面 他们卖的呢都是一些老掉牙的东西 大家也很难看到很多精美的商品啊 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 这个是老挝他们的传统服饰 在老挝这里呢 有很多都是老挝人他们自己手工织布机织出来的 但是也有一些现在是从越南呀 中国一些工厂里面加工过来的 所以如果是纯手工制作的话 就会比较贵一点 如果是机器生产的就会便宜一点 今天大家要带我们这边两个工人过来 挑一个他们自己需要穿的老挝的传统服饰 在老挝这边他们一般也就是在 在重大的一些节性活动 比如说结婚呀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节日 佛教节日也好 还是老挝的这些本国的节日也好 他们会穿这个衣服 平时生活中 他们一般就只会穿这种红裙 模特身上一整套的就是 非常隆重的了 丝绣也很漂亮 这个刚才那个老板娘说这个是不是烧烂 这个是两万是吗 两百万 两百万 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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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一万啊 一万一万一套 他是因为这个线是手工绣的还是怎么样吧 应该是手工绣的吧 要带吧 不是这个全部都这里了 今天我们尝到了这个集市里面呢 你知道真正的老挝菜 就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粽子的话 我们不是有个佛节 去寺庙的时候都会 就把那个带过去是吗 带过去 对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节日的 节日的 佛节会拿去到寺庙里面进贡的 对对对 然后每个 每个人在家都会做 这些东西吃 好的 烤猪肉啊 烤这些 其实这个菜我一开始 我来老挝好多年 我都没敢买 就是刚才那个 塑料袋装的 鼓鼓的那个 我以为很难吃 我看到好多人上班 买糯米饭就是配这个菜 是不是 对 其实味道还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最正宗的老挝的 这个叫原生菜的野菜吧 因为它里面应该很多种 是不是 对 只要是路上看到能吃的 就把它放进去 对 是吧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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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